年青人為主去發夢 立志宣教的確是一件令人很振奮的事 但怎樣才可以為主保持一份火熱的心 長期衛生去宣教 的確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 當上帝真的感動你的時候 即使要面對很多的挑戰 仍然要勇於走入和場 為上帝收割 我想挑戰是 有些他們覺得自己是 預備好 或者有足夠的裝備 也有些是因為他們是年青 所以他們在很多方面 他們覺得自己是 無論社會經驗 無論是他們經濟的背景 都好像未能夠飾驗到 可以能夠踏上宣教的路 我自己的經驗去分享 第一件事就是 初期有很多反對聲音 包括自己的家人 甚至乎自己所屬的警察會 都會有很多疑惑 自己心裏面都有很多的問題 究竟我行不行 我自己的經驗夠不夠 實際上去到工場的時間 都有很多的艱難 有很多事情不夠經驗 所以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也不知道問誰 我想在經驗的不足 還有很多反對聲音上 對於我來說 是比較大的挑戰 羅少倫 1997年開始 連續三年去到日本短孫 在2000年 就開始他在日本的 長期宣教生活 他說到 面對文化的挑戰 真是不容易 日本人通常是聚會 聚會 聚會完結後 他會有第二次的會 第二次會就是 諾比卡叫做飲酒 那飲酒做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喝醉酒 我們要搞 基督圖的活動 有很多未信者在一起 他們很開心 有一次我們來搞報導會 他們來幫忙唱歌 很開心我們要去二次會 今天要喝酒 但喝酒又不醉無歸 然後還會有很多 很荒唐的事會發生 作為基督圖 我們主辦單位 我們怎樣去面對 喝酒會這個文化呢 很多次喝酒會裏面 我們都是堅決地反對一下 反對裏面 在日本文化裏面 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 那個日本人覺得 你不是反對我喝酒 你是反對同學做朋友 以及表達出一個 就是你的神 基督教的神 在recheck我 這個給我們一個 比較大的神學 和信仰上 和實踐上的挑戰 面對這些難題 年輕人可能缺乏經驗 不知可以怎樣面對 但是相反 他們亦有年輕的優勢 適應能力 在願意學習 新事物的能力上面 有很多不明白 但是很願意去學習 另外我想是 那個 負擔是少一些 可能我剛剛結婚 或是未結婚 或是未有小朋友 或是未有小朋友 父母都是很年輕 我想這些是 給年輕人 去搭上宣教路的時間 那個包袱比較少 這是很大的優勢 年輕人 其實他們有那種的感激 年輕人 他們有那種的動力 我自己的兒子 其實 一會兒子 我都會跟他講起 他都是在他 大概自己 二十一二歲的時候 他給神呼召他 他也是很願意去侍奉神 我在我的推動教會 參與宣教當中 都真的見到很多年輕人 當他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帶來了宣教有很多動力 盧炳照牧師當日 亦都為到有感動去宣教的 年輕弟兄姊妹祝福 剛才盧牧師那一部分說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因為我之前 一一年去印度第二次奉宣的時候 其實上帝都挑戰我要 終身去宣教裡面 年輕人有很多問題 在心裏面要問 我想幫助年輕人 去踏上宣教路 需要同行者 需要有人在身邊 打一踏的肩膀 告訴他們 其實是OK的 一聲的鼓勵 一聲的肯定 我想這給年輕人很大的幫助